花蓮一名30岁郭姓男子 6号中午12点左右 穿着全身的空军便服 前往林生路上一间3C用品店 说要替连上采购20台电视 留下基本资料之后 还顺口跟店员借500块钱 但事后却迟迟等不到人来还钱 店员急忙打电话找人才发现 这些资料根本就是假的 警方在受理报案之后 钓鱼监视器巡线逮人 发现他其实是一名保全 根本就不是空军士官 追回假冒公务人员行骗 处犯了刑罚 身着空军便服的男子 在网卡里头找警方盘查 让他一脸错愕 吓得赶紧站了起来 他会这么紧张 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军人 只是假冒身份招摇撞骗 这名30岁的国型男子 留好中午12点左右 穿着全身的空军便服 前往了林生路上的一间3C用品店 说要替连上采购20台电视 留下基本资料后 就顺口跟店员借了500元 但事后却迟迟等不到人来还钱 店员急忙打电话找人 才惊觉留下的资料全是假的 警方在7日凌晨一时许 寻现在花莲市柏连二路某金网卡 查获该男子 男子便称因无聊一时兴起 穿着其父亲的军服外出进行诈骗 悬案依诈欺冒充公务员等罪 依法争败 该迷人经查非属本联队所属人员 且未经许可 擅自穿着空军的军便服 配挂四官长的奸章 假意采购绑架 实际进行诈骗的部分 已经延奏影响 军人的形象 那本联队对此的话 是表达严正的抗议 经过调查 郭信范贤11名保全 根本就没有在空军 四东邀联队服役过 这回被带出了依法送办 还要再加上冒用公务员身份 已经触犯刑法加重诈骑罪 记者许立琴 华联士报导